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基础 只有把民事纠纷它的性质 特点弄清楚了 那么我们的这堂课才能讨论好 第二个就是民事纠纷发生以后 那么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我们有哪些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 第三个我们要讨论一下 法院解决民事纠纷和其他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相互关系 好 下面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民事纠纷 那么纠纷的存在是我们社会当中一个普遍的事实 那么在这种纠纷当中有若干形态 也有若干种类 从法律上来讲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刑事纠纷 我们也称为刑事案件 一种是行政纠纷 我们也称为刑政案件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民事纠纷 我们也称为民事案件 我举一个例子 贾某开着车 违章闯了红灯 结果造成行人已受到了重伤 在这个案件当中 同学们可以看到 贾的行为触犯了哪些法律的规定呢 首先他违章闯红灯 触犯了有关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其二 他造成行人已重伤 触犯了刑法的相关规定 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除此之外 他还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 有关民法的规定 触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 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这样一起案件当中 他实际上涉及三种类型的纠纷 其中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第三种 造成他人损害以后 如果说双方就赔偿问题 达不成协议怎么来解决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 所以从刚才举的这个案例来看 什么是民事纠纷呢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 民事纠纷就是平等主体之间 关于民事上权利义务的争议 所引发到一种纠纷 我们称为民事纠纷 那么这种纠纷体现了 与其他纠纷的不同的几个特点 有哪几个特点呢 实际上同学们在学习民法的时候 应当说已经很清楚 首先在这样的纠纷当中 发生纠纷的双方主体 它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说我们说民事纠纷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二 民事纠纷的内容 是关于双方当身之间 民事上的权利义务的争议 当然这种权利义务的争议 有可能是涉及到财产方面的 有可能是涉及到人身关系方面的 当然我们在讨论这两种类型的纠纷当中 要特别注意 关于财产方面的纠纷 同学们知道当身是享有处分权 然而关于人身利益方面的争议 这种处分权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当然在我们设计民事诉讼程序 或者相关纠纷解决机制的时候 要区别对待这两种纠纷 设计到不同的程序规则 解决规则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也就是说关于纠纷的内容是不同于其他纠纷的 第三点 也是民事纠纷一个本质特点 归根结底来自于司法上的利益纷争 当事人对纠纷的内容 享有处分权 因此关于民事纠纷的解决 跟行政纠纷 形式纠纷的解决 它的程序设计 规则设计方面 就有相当大的区别 最根本的一点 就来自于当身对纠纷的内容 享有一定的处分权 因此在纠纷解决当中 给了当身更多选择的机会 有自主决定的机会 那么这种自主决定的机会 一个方面包括解决纷的方式方面的选择 我们的法律为民事纠纷的解决 提供了若干的方式 至于通过哪种方式来解决 它与对方的这种争议 那么由当事人可以决定 那么像刑事案件 刑政案件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了 因为作为刑事案件来讲 是国家追溯 通常对当事人自主决定 是有一定限制 刑事案件也基本类似 而民事案件在这方面的解决 给了当身更多的自主权 是关于解决方式的选择 同时还给了当身在解决内容上 非常大的选择权利 在解决当中 当身可以就他们的争议 达成协议 所以说作为民事纠纷的内容 具有可处分性 是我们理解 下面要讨论的各种解决纠纷方式 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想同学们对这三个特点 要牢牢把握 这是关于我们对民事纠纷 在理论上的一个界定 总体上来讲 作为民事纠纷 它是法律上的一种利益争议 因此就民事纠纷的范围而言 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涉及到 由民伤事法律 所规定的民事权利义务 发生争议 或者权利受到了损害而形成的纠纷 这个是属于民事纠纷 而且在我们实践当中 大量的案件 是由民伤事法律 所调整的关系 发生的纠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是由婚姻家庭法律 所调整的婚姻家庭关系 所引发的争议 也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 那么从大的范围来讲 婚姻家庭法律 也属于民事法律 那为什么要单列一个范围呢 就在于婚姻家庭法律 所规定的是跟人生关系 存在密切的联系 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 这一类型的案件 跟前面所提到的案件 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前面第一类案件当中 所涉及到的 最主要是财产关系 而在后面 第二类案件当中 跟人生关系 存在密切的联系 尽管也有财产关系 因此第二类案件 在解决当中 跟第一类就有所不同 当身自主权利 就会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特别是在程序的设计当中 有很多规则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在后面 讨论诉讼程序的时候 再跟同学们详细分析 第三个是由经济法律 所规定的相关的 权利业务关系 发生争议 也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 但是提醒同学们注意 经济法不同于民商事法律 它最根本的一点 在于国家对经济的一种干预 因此在经济法调整的 这种法律关系当中 有两种关系 一种是横向关系 一种是纵向关系 那么哪一个关系 是属于民事案件 或者民事纠纷的范畴呢 横向的 也就是平等主体之间 所以在经济法所调整的 这个关系当中 只有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 发生了争议 那么才能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 比如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在这里当中就涉及到了 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 那么在这里如果发生了 纠纷 那么就属于民事案件的范畴 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呢 是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 劳动法调整劳动关系 如果发生了争议 也是作为民事案件来对待的 那么作为劳动法来讲 从理论来讲 它也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为什么要单列出来 给同学们分析呢 就在于劳动案件 它的解决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呢 就我国而言 它是实行的仲裁程序 没有经过仲裁 是不能够进入诉讼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 结果我们前面分析的 当身对民事案件的 这种程序选择 解决方式的选择 有一定的限制 它首先必须要选择 劳动仲裁 然后根据仲裁的结果 有的一财终局了 有的他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他不服的话 所以说一般来讲 劳动争议案件 它的解决是采取的 一财两审 一财就是劳动仲裁 两审就是两审 中审 所以说劳动案件的解决呢 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的解决 这一点来讲请同学们要牢记 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劳动案件 要作为特殊的一种案件 设置不同的程序来加以解决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在后面讲程序的时候 再给同学们分析 这是第四类案件 第五类案件呢 就是法律规定 需要通过民事诉讼程序 加以解决的其他案件 那么在民事案件当中呢 从理事上来讲 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呢 我们说是诉讼案件 一大类呢 是属于非诵案件 所谓的诉讼案件呢 它就指的 有对立的双方当事人 他们有关民事权利义务 发生了争议 那么这是通过诉讼程序 来解决他们之间 所发生的争议 另一类呢 是属于非诵案件 而这一类非诵案件 它并没有像刚才所谈到的 对立的双方当神 但是呢 民事法律关系 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学过的 民法当中的宣告失踪 宣告死亡这类案件 人员失踪以后 会导致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不稳定 这实际上也是民事法律关系 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但是呢 它没有对立的当神 它不同于前面所谈到的 双方利益的分程这种状态 因此就不可能采取 解决诉讼案件那样的程序 来解决这些非诵案件 所以在我们的诉讼当中呢 也规定了一种特殊程序 来解决这一类 没有对立双方当神 或者说没有争议的 但是法律关系又处于不稳定状态的 又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 加以平息的 那么这样的程序来解决这些案件 这些案件刚才提到 有比如说宣告失踪 宣告死亡 还有什么呢 公民有没有行为能力 或者说限制行为能力 还有什么呢 财产无阻 对吧 那么在纠纷的解决当中 实际上我们的法律 还为一些权力义务的实现 提了更便捷的程序 比如说 关于金钱给付问题 双方实际上事实很清楚 但是到期不履行 如果通过诉讼程序 加以解决 程序过于复杂 成本也比较高 效率比较低 那么我们的法律 就设置了一个 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 支付令的方式 督处再来旅行 那么这类案件呢 实际上也属于非诚的范畴 因为它跟审判程序是不同的 还有像票据遗失 灭失 丢失 这种情况下 所形成的权力无法实现的状态 我们的法律也设置了相应的程序 那么这类案件是由法律 特殊规定 由我们的民事诉讼程序 或者作为民事案件来对待 加以解决的 这是我们说民事案件的范围 从法律的范畴来讲 大致包括这样五个方面 除了我们把握民事案件 民事纠纷的特点之外 这个范围 我想同学们下来也要仔细的进行分析 特别对于经济法调整的关系 和劳动法所调整的关系 这两类案件应当很好地加以分析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讨论这一章内容的一个基础 那么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民事纠纷 或者民事案件发生以后 怎么来解决呢 有哪些方式可供当身加以选择呢 大致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当身自主解决 纠纷当身通过协商 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这种方式呢 有的学者也称为自力救济 第二种方式呢 有案外的第三人的介入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社会救济 来解决当身之间的纠纷 第三种方式就是国家的介入 最典型的形态 是法院代表国家刑事审判权 来解决民事纠纷 我们首先来讨论第一种 当身通过友好协商 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这种呢 我们也称为当身的和解 当身和解这种形态 实际上是在解决民事纠纷当中 成本最低 效率最高 也最便捷 是吧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特点 是什么特点呢 要双方当身能够走到一起来 协商他们之间的这个争议的解决 第一点是什么呢 必须是自愿 没有自愿是无法达成协议的 所以这个自愿是基础 双方都愿意 第二点呢 在这种自我自己协商来解决的情况下 要不要严格的去遵守 法律的一些规定呢 从大的方面来讲 当身即使是和解 也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 但是在这里应当是不违背法律的 强势性的规定 所以说在和解的情况下 双方友好协商 实际上法律要保障的就是 他们平等的协商 而且呢 要规定他们的协议 不能违背法律的强势性规定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 当身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 没有严格的规范要求 这也就体现当身和解是比较灵活的 第三个 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身协议达成以后 这个协议的效率 当身通过友好协商 最后达成协议 这个协议效率 我们说从法律上来讲 是有效的 是有法律效率的 但是呢 它不具有通过国家的执行机关 也就是我们法院 强制执行的效率 也就是不具有强执行力 因此达成协议以后 只能依靠当身自觉的旅行 不旅行怎么办 只能寻求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当然这里也有必要 同学们课后去分析讨论的 什么问题呢 就是和解协议的性质 比如说一个案件 甲将已打伤 已向法院起诉 要求赔偿 但是实际上在之前 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和解协议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 已向法院起诉 要求赔偿 那么在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和解协议 那么起诉 是应当起诉前面那个侵权案件呢 还是起诉后面这个协议呢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当身双方通过协议上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这种方式当中 希望同学们要把握住 第一是自愿 这核心要素 第二要保证平等的协商 这种程序保障 第二种方式呢 是社会救济 在社会救济当中 实际上呢 有很多的机构 可以调解民事案件 可以解决民事纠纷 比如说我们的行政机关 比如说我们的行业协会 都可以解决民事纠纷 那么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两种方式 一种是呢 人民调解 一种是重产 人民调解呢 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之下 双方经过友好协商 达成协议的这样一种活动 我们称为人民调解 国家也颁布了人民调解法 那么在这个当中 人民调解 它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 首先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呢 实际上是一种民间机构 或者说群众组织 通常是在我们的村委会 居委会 起事业单位 可以成立这样的调解委员会 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这是其一 其二 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 双方当身的纠纷 也有一个基础 或者前提 那就当身必须自愿 自愿接受它的调解 没有自愿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不能调解 当然从调解法的规定来看 这种一个方面是当身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另外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 当然如果当身拒绝调解的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不能进行调解 所以这个自愿是人民调解决纠纷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个是关于在调解过程当中 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 那么这种调解跟我们后面要讨论的法院审判 是有本质区别的 调解实际上来讲 最主要的是当身自愿 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之下 达成调解协议 处分权是一个基础 因此在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方面都有所弱化 这一点跟当身和解有类似之处 也就是说没有严格的规范性 这是它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也就涉及了调解协议的效率问题 当身达成和解协议 那么这个效率如何呢 那么调解跟当身和解 我个人的理解 在法理上应当是相通的 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和解没有人主持 调解是由第三方来主持 第三方在当身行政和议当中 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缓解双方的矛盾 容易达成和解 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的 在调解委员会组织下 达成调解协议 它的效率如何呢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 这个调解协议的效率如何理解 怎么来解决调解协议的效率问题 其实这个调解协议的效率 在立法上已经有些规定了 当然同学没有学这门课 可能了解不多 首先调解协议达成以后 对双方是有约束力的 双方应当自觉的履行 但这个调解协议跟我们法院的判决不同 它没有强制效率 不能够通过法院强制来实现调解协议的内容 所以尽管它有效 但是它缺少的是强制执行的效率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之后 达成调解协议 双方或者一方不履行的怎么办呢 目前从立法上来看 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以调解协议 向法院提及诉讼 那么也就是说 从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调解法的规定来看 把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之下达成的调解协议 是为什么呢 合同 一方不履行 那么另一方是可以向法院起诉的 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进步 其二呢 在2011年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 最主要是解决人民调解协议的什么问题呢 强制执行力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 就规定 当神双方 共同向人民法院 可以提出申请 要求确认 人民调解协议的效率 一旦法院做出确认决定 那么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就具有了强制执行的效率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 跟我们当神自行和解 调解协议的效率就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说呢 在实验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 要么会向法院起诉 要么可能是申请司法确认 但是在这里 司法确认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些困难的 因为在程序上要求 双方必须同时向法院申请 才能赋予这个强制执行力 这是程序启动上的一个要求 当然在这一点上 同学们也可以下去分析一下 当然从这个人民法院 司法解释的颁刑以来两年多 各地法院在解决人民调解协议效率问题上的情况不同 有的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比较多 有的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比较少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值得我们去反思 到底有什么问题需要去改革和完善 好了 这是社会究竟当中的第一种方式 当然在这种方式呢 我想同学们也要保住 保住一个核心要素 就是必须是自愿 在程序上能够保证当成平等的进协商 作为人民条件委员会 必须要把握这样两点 社会究竟当中第二种方式就是仲裁了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 仲裁有两种 一种是劳动仲裁 一种是民伤式仲裁 劳动仲裁 刚才我们已经大致提了一下 它是为了解决劳动争业案件 所设置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而且劳动仲裁应当说是一种强制性的仲裁 它是诉讼的钳制程序 民伤式仲裁呢 主要是来解决民伤式案件 那么这种仲裁跟劳动仲裁就不同了 它是根据当神的申请 或者说是根据当神达成的仲裁协议 由仲裁机构 主持审理 审理和裁决当神之间的纠纷的一种活动 我们称为仲裁 因此这种仲裁来讲 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是自愿 没有自愿 也就没有民伤式仲裁 这个自愿体验在哪里呢 就体验在当神 必须要在仲裁之前达成仲裁协议 所谓的仲裁协议 就是双方一直同意 将他们的纠纷 提交给仲裁机构加以裁决 那这个协议就是仲裁协议了 第二个特点 仲裁机构 是一个民间机构 不是官方的 是一个民间机构 这个特点是非常重要的 以至于在我们的程序设计当中 需要采取强措施的 仲裁机构是不能进行的 不能实施的 必须交给谁实施呢 交给法院 因为仲裁机构是民间机构 它不能实施那些强制措施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仲裁机构 它解决的范围 案件范围是有限的 尽管现在仲裁来讲 已经成为我们解决 民伤事纠纷 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它仍然是作为诉讼的一种 补充 或者是诉讼案件的分量 它所解决的案件范围 只设定在两种 一种是合同纠纷 一种是财产纠纷 只有这两种案件 才允许当身协商 由仲裁机构来采取 这是它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 仲裁程序非常尊重 当时的意愿 非常灵活 仲裁跟诉讼不同 诉讼是由法院代表国家 来解决民事纠纷 而仲裁呢 是一个民间机构来解决 他比较尊重当时的意愿 比如说 当神是间的纠纷 由哪个机构 哪个仲裁机构来采取 是由当神自行选择的 因此仲裁是没有地域管辖的 你重庆发送的案件 可以选择由北京仲裁委员会 来采取 可以选择由 大连仲裁委员会来采取 这由当神来协商 那我们诉讼当神 这种选择范围就很小了 因为诉讼当中管辖 以法定管辖为原则 当神协议管辖为例外 再比如说 仲裁庭的组成 当神可以协商确定 到底是独任仲裁 还是合一仲裁 当神自己协商确定 再比如说 仲裁要不要开庭 我们知道诉讼都是开庭的 原则上 但是仲裁原则上是不开庭审理 要不要开庭 当神可以协商确定 再比如说 仲裁员的选择 那么仲裁员的选择呢 也是可当神可以协商的 而我们在法院进行诉讼 法官你是不能选的 再有仲裁裁决要不要写 仲裁的事实和理由 当神也可以协商确定 总而言之 仲裁当中给了当神 更多的自主权利 程序规则方面也非常灵活 所以说也受到了 我们当神的欢迎 仲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仲裁裁决的 效力跟其他民间解决不同 具有什么效力呢 具有不单是解决纠纷 这样的效力 最关键是仲裁裁决以后 一旦生效 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这就意味着仲裁机构 做出裁决以后 义务人不履行义务 权利人可以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这一点来讲不同于当神和解 不同于人民调节委员会的调节 所以说有人说仲裁具有准司法的性质 那么在仲裁当中 我们的仲裁机构 通过仲裁程序来解决明事案件 大致有这样三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查明事实 依法做出裁决 这是程序展开的基本的规则 那么仲裁机构组织之下 通过当事人的主张提供证据 最后查明了事实 依照实体法做出裁决 第二种方法 在我们仲裁机构 审理和解决明事案件的时候 也允许调节 而且这种调节比诉讼更为强调 也就是先行调节 所以说在仲裁过程当中 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就是调节 那么调节达成协议以后 可以制作调节书 而这个调节书跟仲裁裁决的 裁决书的效率是等同的 除了可以制作调节书之外 还可以制作裁决书 那么这个裁决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裁决 因为它是根据当事人 达成的调节协议制作的裁决 这跟我们的审判就不同了 法院的判决是不能根据 当事人的调节协议做判决 除了之外还有第三种方法 就是在仲裁过程当中 当事人还可以进行和解 那么这种和解 跟我们讲的当事人双方自愿和解 它的法理是相通的 也就必须是自愿的 双方达成和解以后 具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就是撤回仲裁申请 另外一种就是要求仲裁机构 做出裁决 根据他们的和解协议做出裁决 但这两种方式它的法律效率是不一样的 在仲裁当中达成和解以后 你如果撤回了仲裁申请 那么那个和解协议就需要当事人 自决理性 如果一方反悔怎么办 一方反悔以后 另一方可以根据原来的仲裁协议 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如果申请仲裁机构做出裁决的话 那么就具有强烈执行的效率了 好了 这是仲裁机构来解决民事纠纷 那么它的一些方法 这是第二种解决民事 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 那么社会救济呢 我们重点就讨论这样两种 第三种呢 我们说是公立救济 也称为司法救济 实际上就是法院代表国家 介入到民事纠纷的解决当中来 那么这种救济呢 我们称为诉讼 称为诉讼 在我们国家诉讼有哪几种 那么同学能说一下 我们开始讲过案件有三种 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 所以诉讼呢 有三种 刑事诉讼 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 所谓的民事诉讼 就是在人民法院的主义之下 当事人和其他送参与 参与之下 审理和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 那么这种活动呢 跟其他机构解决就不一样了 前面我们所讲的和解和社会机构的介入解决 它都有一个前提 必须是当神自愿 那么前面所讲的解决方式 我们也称为非送解决 法院的解决呢 是诉讼的解决 所以诉讼解决跟非送解决就有差异了 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这个一定的强制性 也就是说 选择诉讼 无需双方当神达成协议 一方起诉 符合条件 法院受理了 另一方具有应诉的义务 不应诉 法院可以做出缺席判决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第二个特点 诉讼解决 是法院代表国家来行使审判权 解决民事纠纷 因此它有严格的规范性 这个所谓的严格规范性 就是严格遵守程序规范 和严格遵守实体规范 根据诉讼规则 查明案件事实 适用法律 做出正确的判决 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就是诉讼有明显的阶段性 在后面我们学了程序以后 同学们就知道了 诉讼有一审 有二审 在一审当中 有起诉受理阶段 还有审理前的准备阶段 有开庭审理阶段 它阶段性非常明显 而且前后两个阶段 是相互衔接的 前一个阶段的任务没有完成 是不可能介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在法院审理案件当中 它的灵活性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它跟调节和解不同 最后一个特点 就是法院判决的终局性 那么这个终局性 也体现出一种司法最终解决的效率 这意味着什么呢 法院的解决是最权威的解决 法院的解决 是其他任何机构不能改变的一种解决方案 当然可能同学们要问了 如果法院判决错了怎么办 法院判决错了 只能依照法定的程序 由法院自己纠正 其他机构是不能纠正的 那么前面我们谈到了仲裁 一裁中局 也具有强制执行力 那么仲裁机构裁决错了 那么怎么解决它的错误裁决呢 这就是我们法院进行司法的审查 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法院解决 跟其他机构解决的一个相互关系 那么在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解决民事纠纷的时候呢 大致也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就是查明事实 依照法律做出判决 这是一种常态 因为我们的程序设计 就是根据 那么这样一种常态来进行设计的 是一种对审的程序结构 第二种办法 就在我们国家是具有特色的 法院可以进行调节 那么法院的调节 我们也称为诉讼调节 它的调节跟其他机构的调节呢 有所不同 它是法院代表国家 刑审判权来进行调节 当然法理上是通的 也就是要根据当神的自愿 来进行调节 也就是说 没有自愿 也没有法院的调节 法院调节以后 达成协议 制作调节书的 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同等的法律效力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呢 在诉讼当中也允许当神进行和解 所以说呢 在非证则当中所能运用的方式 在我们国家的审判程序当中 在诉讼程序当中 也同样可以适用 当然在诉讼当中 如果达成了和解协议 怎么处理呢 也是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测诉 另一种方式是向法院申请 制作调节书 当然请同学们注意 制作调节书呢 不是法律的规定 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非常好的 弥补了法院 我们立法的一个缺陷 当然如果在诉讼当中 达成了调节协议测诉的 纠纷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因为那个和解协议 需要当成双方自觉地去进行旅行 好了 这是法院来解决民事纠纷的 一种方式 那么最后呢 我们谈一谈 法院跟其他机构 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关系 首先是法院跟人民调节 人民调节委员会解决民事纠纷 是通过调节的方式加以解决 它调节协议的效力 我们刚才谈到了具有合同的性质 实际上刚才已经提到了 如果一方不履行调节协议 另一方可以向法院 对该调节协议提起诉讼 法院可以进行审理并且做出判决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获取常的执行力 所以说法院跟人民调节委员会 在解决纠纷当中有这样一个关系 再一个就是仲裁机构 和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项目关系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了 法院对仲裁机构的司法审查问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作为仲裁跟法院来解决纠纷 是一种排斥关系 原则上来讲 选择了诉讼就不能选择仲裁 这是一个原则 第二个 在仲裁当中如果遇到了 需要实施强制措施的 我们前面提到仲裁机构 是一个民间机构 是不能实施强制措施的 仲裁机构必须将当事人的申请 提交法院去审查实施 包括证据保全 财产保全 也包括强制执行 最后一个 就是当事人认为 仲裁机构做出仲裁裁局 有错误 有两个救济途径 第一个 就是向法院申请撤销 仲裁裁决 法院根据法律的规定 可以启动 撤销程序 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一方申请法院 申请执行以后 对方可以向法院 申请裁定 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 通过这两种方式 来解决 仲裁机构裁决错误的问题 这就是法院和仲裁机构 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相互关系 好了 同学们 今天课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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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